大象老师你好 没想到在仍能遇到您 您老家是哪里来的 说是 我老家是浙江义乌的 义乌的是吧 你们义乌的地方很聪明 就是做小商品 对对对 您在那边也是经商的吗 我一直是经商的 经商的 我做了三十多年的企业 现在退休了 退休在哪买的房子 就在咱们云滩 一天花园小区 这一天哪一年买的 应该是一年买的吧 第一年买的房子 对当时前些年 都由于还办企业 所以没空 经常不大来 来了也时间很短 来了就是待个半个月了 最长一个月就走了 那么现在呢 我已经彻底退休了 把企业都交给儿子 家族企业 老王呢自己呢 就是真心到 银滩这个地方来养老 养老来了 我感觉呢 咱们银滩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非常的好 你看这个海边 这我住的那个对面就是大银滩 对最繁华的地段 前面还有个大银滩公园 你看每天晚上人上人排 对这个拒绝了咱们全国各地的喜欢这个文艺呀 这个这方面的人才非常多 您是您也是特别喜欢文艺的是吧 对 我的其实从小就喜欢文艺 上次你们说要搞个什么一个活动邀请我 你亲自邀请我 结果那天我们家来亲戚了 我没去成 实在对不起 你没参加到那个活动 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活动 邀请了一些银滩比较知名的 是你组织的 对 你组织的 对对 我其实晚年也组织过几次 包括那个18年的时候 我跟李光熙老师 这个组织了一场比较大的 文艺这个联华网会 在咱们银滩吗 还是在那 在咱们银滩 是吗 你和李光熙老师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渊源 大家都知道我跟李光熙的关系非常的好 这个李光熙老师在世的时候呢 对我也非常这个鼓励我 这个他也知道咱们一部比较出名 对 但是像我这样能够喜欢咱们银滩 喜欢文艺的人可能不太多 那我呢 这个跟李光熙老师有过几次交集 也到他家里去拜法 跟他谈得非常好 他那天我21年到他家里的时候 跟他从下午的约好两点半 一直谈到七点 谈了四个半小时 可是他的那个 他那时候都快八十了 他90多了 都90多的时候和你聊天的时候 21年嘛 21年的时候 是不是他已经91了 91高零了 92 92岁了 但是他非常 心情那么旺盛啊 非常旺盛 他那天他那个 他的爱人王老师 他非常惊奇 他拉着我的时候 他说向总你现在 我们这些老徒子真奇怪 从来没有这么高兴 跟我谈得十多小时 投缘啊 是吧 跟我非常的投缘 大家也知道 我总给李光熙老师 组织了好几场联网 你给组织的 我带了 你牵着头 我牵着头 我带着咱们迎谈的一些 一些文艺爱好者 文艺爱好者 很多人去 然后李光熙还给我 附赠了一些字画 李光熙亲自给我 写了一副对脸 他是亲自写的 完了我 我也给他送了一副对脸 就是叫德意酸心 真是德意酸心 他绝对是全国 最德意酸心的 那村上的村号 都受到我们很多 文艺爱好者的珍重 对吧 这个是一个事情 但是我现在呢 你有什么想法 你才有一个想法 我当时跟李老爷跟他说过 他也非常赞同 我说咱们迎谈拒绝了全国这么多的优秀的 这个歌手 文艺爱好者了 很多老师都在云滩 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都有 都是非常知名 那么我想咱们云滩 有这么好的文化氛围 你看文化氛围这么好 这个基础 这个基础 群众基础 这么条件这么好 真的我在全国还没看到 真是我 我确实是认为这个 这个非常的好的一个地方 而且咱们云滩你看 有这么好的美景 沙滩 大海 这一些条件都具备 那么我现在呢 一直想呢 就是想融合咱们云滩 各方面的这些文艺优秀人才 包括今天的这些书画家 你看都非常优秀 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都非常的优秀 我想一个小小的一个县 县局是鲁山 开始咱们云滩一个 一个下面一个区 新区 滨海新区 对 能聚集全国这么多的 优秀的人才 优秀的人才来 说明这个地方是非常 具种人气 人家大家都非常看重的 这个地方 文化气息 文化氛围 非常的浓厚 对 这个是我们像我们浙江的 这些发达地区 都不具备的 都不具备啊 完全不具备 所以我呢 非常有一个愿望呢 想把咱们云滩 把这个文化 这个名片 把它推出 进去 大家的努力 一起把这个事业做起来 我也曾经给咱们鲁山市的领导 写了建议 这个他们也 也非常赞 这个 有这个情况 那么我想呢 咱们现在云滩呢 可能经济相对来说 比较落后 对 那么这个财政方面 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 通过我们自己 大家 每个到云滩来的业主 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把咱们云滩这个 文化 这个名片 在全国打下 这个是我的一个愿望 你的愿望 对 我的一个愿望 我想这个 咱们有这么多的 优秀的人才 有这么好的文化基础 我们把这个事情 重视起来 把它融合起来 每年提升 晚上提升 胆次提升 这个把这个群众文化搞成 这个非常 这个人家都很愿意 就是能来 来一看 哎呦 你他真了不起 对 不管唱歌的 跳舞的 书画美术的 书画的 美术的 都是顶尖的 这样的话 可以在全国 形成一个 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我的愿望的就是 能不能把咱们银滩打造成全国最知名的一个文化 文化旅居城 文化高地 文化高地 哦 这个东西吸引更多的大城市的退休的专业文化人士到银滩来 对 到银滩那里 跟大家一起生活 有这么好的氛围 我想这个愿望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真是老师 你的愿望特别棒 特别好 但是那个李冠西老师也非常赞同 他说向总理说的对 现在北京你看 不管北京上海 多少全国大城市 有多少退休下来 喜欢文艺 喜欢这一派的人 喜欢意识的人 很多的 对 你只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会吸引更多的人来 对 那我们银滩海仇 没有人吗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官方 先把这个事情做起 集合在一起 对 把这些做大了 然后通过这个鲁山市的银滩馆 这些林政府部门的支持 对 把这个文化事业搞起来 对 搞起来 文化有些 成为一张靓丽的名片 对 全国只要一提到文化 哎呦 山东乳山银滩是最好的 要成为这么一个方向 我有这么一个愿望 只要像你们这样的人 致力于这个事 对 我估计很快 不久的将来 咱们银滩一定会达到 您那个说的那个 靓丽的名片的这个 这个我也私下 跟我一些朋友交流过 很多人都有这个愿望 对 大家都有这个想法 都想 我们大家 有力出力 对 这个 有钱出钱 有钱出钱 对 完了大家一起 来推动 咱们银滩这个文化 文化事业的发展 哎 我是一直有这个事情 你现在具体的话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具体呢 我们想现在呢 我们前几天也跟几个朋友聊天 就是我们现在文化 这个就是一个 当我是广场 是吧 对 就是民间活动 对 当然政府也组织了很多次的 对 会议演的方面 对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还缺乏一些总体的规划 嗯 没有一个总体的规划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通过几年的时间 要打造成什么什么程度 这个需要有个总体的规划 当然离不开政治的支持 这个我也跟那个广场会的领导 也建议了 哦 他们也非常的支持 那么我们现在想呢 通过一些朋友 大家一起来搞 一些做的事 做两个事情 嗯 第一个事情 我们您他现在没有很好的一个文化礼堂 没有一个 礼堂是吧 对 我们志向的话 嗯 全 全部推行这个文化礼堂 对 这个政府投资 当然我们银堂不具备这个条件 对 你看银堂没有一个好的剧场 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文化中心 这个这个活动中心 哎 你这提的真实 这个事情呢 我们正在考虑正在误深 找一个比较好的县城的 对 有舞台 有礼堂 有什么东西都有的 我们那天去了 挺好 那个地方 可以作为我们银堂文化人 活动中心 活动的一个中心 活动场所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想呢 建议广播会的 把咱们这个银堂呢 大拇指里面 搞一个好的舞台 哦 大拇指搞一个舞台 就是零时 我们在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这四个月 嗯 搞一个零时 现在不是有小样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馆场 基金馆场 还有这个 艾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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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馆场 都活动得很好 对 都受到大家的非常大的欢迎 对 那我想呢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能不能再搞一个 比较正规的舞台 对 投入一些设备 包括音响啊 灯光啊 对 这个 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更好 然后呢 这个组织一些 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这个把我们的档次提上去 我这里有这么一个 两个想法 对 你这个想法特别好 这些不是要慢慢的 只要落地了以后 银滩的这个文化活动 一定会上一个新的档次 现在就是人才很多 对 人才很多 非常多 而且你越办得好 是不是好的人 越能聚拥更多的人才过来 对 这个就叫良性循环 你越办得好 越办得出色 人家好的人 愿愿一来 对 这个是我的一些 你看北京 我有一些朋友 包括我一届的一些 一些好的 这个知名的歌手的什么 我认识一些的 他们也都 我都介绍他们到银滩来 对 来体验一下 我们这个群众文化生活 你是特别认可人滩 对 对 就是我有这个想法 好 非常感谢你 你那个想法特别好 希望能够尽早实现 我自己也喜欢 文艺也喜欢书画 也喜欢书画 对 行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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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